有一次,蒋介石在戴莉的陪同下,到布下陈丽芙家中,她不曾想,蒋介石对陈丽芙的侄女陈颖一见倾心,她用桌上的水连续写了三个影子,戴莉瞬间明白了她的想法,经过戴莉的安排,陈颖很快成为蒋介石身边的特派英文秘书。 蒋介石夫人宋美玲得知此事后,迅速与大姐宋爱玲商量对策,抵开蒋介石给陈颖五十万元,让她悄悄离开蒋介石,在宋美玲强大的歧视下,陈颖不得不照搬。 至此,宋美玲与蒋介石的一次感情危机圆满化解,果然豪门的婚姻是需要靠手段来维持的。